第四题,题目就是平民君王 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出世之后,就要度过由婴孩到成人一切必须的阶段 宇宙的主宰,预定了这位婴孩将来要成为世界的救主 扶起拯救世人的重任,也要成为天国的君王 要与一切得救的人,同长,荣耀,天国的那种皇权 这个弟弟就应该受怎样的教育和训练,才能够扶起重大的使命 他需要怎样的环境和怎样的锻炼,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都已经预定好了的蓝图 以便逐步训练他,使他可以成为世界的救主 上帝为了耶稣预备了三十年的时间 来准备他三年的全度工作 这就等于每一年的工作时间,需要十年来做准备的功夫 可见他的工作是多么重要 耶稣的智力和新量,按照儿童的正常生长率来发展 在每一个发育的过程当中,都是合乎标准的 在《勞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二节记载说 耶稣的智慧和新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这个虽然是很简短的记载,但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他生长的完全 有一次有位六岁的弟弟哥,祈祷的时候说 主耶稣说,求你当做我好像你六岁的时候一样 这个是多么有意义的祈祷呢? 今天有很多弟弟哥,可能在新量长大,但是智慧并没有相等的增加 也有一些人可能在身体和智慧都正常长大,但是品德和灵性就没有掌尽 越来越令人讨厌,越得人质 并没有在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方面一起增长 但是耶稣在智慧、新量和上帝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可见他是在灵智在三方面都有完全的发展 是可以作为一切青少年的模范的 圣经对于耶稣的首先三十年的生活,很少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有关他的童年的生活的片段的事迹 来推上得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等于研究花朵就可以明白花蕊的详细的情形 我们研究成年的耶稣一切的表现 更可以推测到他的童年的生活是怎样的 因为成年人的一切的品性都是在少年的时候所养成的 耶稣在童年的时候,就养成很多良好的习惯 他从小就没有看小任何人 他同情那些被人厌恶的麻风病人 碎蜜、兵丁和外邦人 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机会进入天国的 耶稣在童年的时代所养成的习惯 使他长大之后有坚强的灵性 比方圣经记载他每逢安息日 照他素尝的规矩进入会堂去读圣经 可见他至少就有每逢安息日去会堂做礼拜的习惯 他时常在天未光之前就到旷野去祈祷 可见他在童年的时代 必定是很早就起床 和家人一同和上帝交通 祈祷这种的习惯 他时常工作的好东西 废寻忘餐 可见他在童年的时代 一定是一个勤奋工作的好青年 圣经记载耶稣和门徒一同唱歌 当他和门徒吃过最后的一个晚餐之后 他说他唱了歌然后离开那个楼房 可见他至少必定有唱歌的习惯 可能一面工作一面唱歌都不定 他给别人有一种轻松和快乐的感觉 上帝为耶稣选择了一个权成的父母 他们敬全道日 亲近上帝 诚心遵守圣经的教训和摩西的律法 是一个循规道他家人 他们不但时常到会堂去聚会 每年也都上耶路撒冷去守折 无论上帝指示他们做什么 或者要他们到什么地方 他们都听从 是一个很标准的 团成的好家庭 耶稣在巴勒斯坦 北部的加利利省 拿撒勒的一个山村 度过了他的童年和他的少年 加利利呢 是巴勒斯坦最优美 和最肥沃的地方 空气新鲜 风景美丽 从加利利的山头 可以俯陷周围的港口 商船往来如迹 处处有片片白范 在陆路上又有双铝成群 混在田园当中的产物 到四围的轮角去 加利利人 他们的品性 是实际 而喜欢牢毒 对商业比宗教更有兴趣 他们没有时间研究宗教 也没有时间到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 去研究性激 那些老于世故的南方人 看见他们是乡下人 但是他们呢 外国的热情又填补了他们这些缺点 他们的性情 既冲动又激烈 稍有那么多刺激 现在就起来反抗 他们长期反抗统治者罗马 在郊野的地方 时常当游击队 出没来攻击 罗马军队 也抢劫过那些过路的商人 他们的目的 就是困扰在巴勒斯坦的罗马人 使他们就夜不得安静 因此罗马人 也以牙还牙 采取报复的手段 每一次的暴行 都加深双方的仇恨 以至报复的手段 越来越残酷 耶稣的童年就是 住在这种环境当中 他所居住的拿撒勒城 更是以作恶出名 故事在耶稣的时代 人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 他说拿撒勒 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 这位无罪的耶稣 住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地方 充满暴动 怨恨 和黑暗的地方长大 但是他却叫做和平之君 爱人的主和世界的光 上帝为什麽 要为耶稣 预备一个这样的环境 他不怕耶稣 会受罪恶的影响 变成坏人 在过林波前说十章十三节 上帝总会在人受试探的时候 为人预备一条出路 使人可以忍受得住 当然 他亦会为耶稣预备一条可以抵受试探 而不至于跌倒的出路 耶稣的父母 事常将圣经的教训 教导他 使他传计在心里面 成为他不至于得罪上帝的力量 他事常过讨告的生活 和上头来的能力保持交通 故此有力量抵御一切的事图 我们如果效法他的生活方式 也必能具有同样的力量 可以过一种得性事图的生活 其实这位住在拿撒勒的耶稣 在孩童时代所受的 事怜 多过任何其他人 因为撒旦必定 会用尽方法来攻击他 使他跌倒 以至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 撒旦可能借着耶稣的亲人 邻居 朋友来打击他 有些人可能因为他 不是若瑟的亲生 而讽刺他是一个私生子 又可能因为他 不肯和人同流合污 而受到讥笑 被排斥 被侮辱 也可能 当人 因为他不肯参加游击队 而 罵他为他不爱国 更有很多人可能 因为他所过那种纯洁的生活 而攻击他 仇恨他 认为他自明清高 故意表现自己与人不同 耶稣对一切的攻击 从来不采取反抗 或者报复的行动 他内心有一种力量 是撒旦所没有办法战争的 他单独应付这一切的斗争 无人能够真正了解他 无论他的童年少年 或者青年 他都单独应付一切 他有如一粒坚强的树 虽然受尽了暴风雨的打击 依然坚壮 鸽不毒 上帝虽然容许撒旦尽力 来试验他 但是他不灰心 因为他坚深依靠上帝 故此他并没有失败 耶稣武在当时的学校受过教育 犹太人曾经批评他 说这个人从来都没学过 怎能明白书呢? 他们稀奇他很正式上过学校 为什么学问竟然这么冤博呢? 那个时候的学校 都是在会堂里面的 教员都是一班称为拉比的人 但是圣经纯正的教训 当时从被这班人所破坏 真理的宝石被埋没了 以人为的哲学 来代替了真理 耶稣的母亲就是他的第一位老师 他教他读圣经 他利用无数的时间和上帝交往 上帝就变了他最大的老师 故此他将真理有正确的认识 来讲解给人听 他一生随时都引用圣经的话 因为他从小就细心去研究圣经 耶稣最喜欢的教师就是自然界 他亲自到大自然去研究科学 观察他亲手创造的奇迹 他研究种子萌芽生长的神迹 非料的生活 花朵的成长 这一切自然界的现象 每次都表现一种深奥的属灵意义 耶稣富有创造性的那种思想 当他看见母亲做面包的时候 愚夫撒网 農人撒种 或者工人建造房屋的时候 他都可以从这些日常的生物当中 赏出实用的教训来 当他长大成为教师的时候 就是利用人所熟悉的这些一切例证 来讲解深奥的真理 所以能够吸引很多的听众 使人听了之后 尊尊有美 永远不忘 耶稣不但研究自然界和圣经 他亦有一门手艺 因为他从小就在他的父亲 药室的木匠店当中学习和帮忙 他是一位精巧的木匠 他以身作词表现劳动的神性 他不单是一位伟大的教师 哲学家、医生 他亦是一个手艺家 他不但能够修补破旧的家师 当然也能够修补破碎的心灵 当他的父亲去世之后 他就尽自己的本分来 照顾他的母亲 解决各种家庭的难题和需要 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家庭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到耶路撒冷去守折 犹太人一年当中有几个大折旗 凡是有能力的人都会带同他的儿子到耶路撒冷去守折 耶稣的父母既然是权盛的人 所以也没有例外 这是耶稣初次到耶路撒冷去守折 余月节就是犹太人一年当中的一个伟大的节旗 因为那些是他们独立的纪念日 这个节日使他们纪念1500年前 从埃及围奴之家被解放出来 尚对为了释放以释怜人 而向埃及施行一次大惩罚 那一晚差遣天使游行埃及遍地 击杀一切长子 凡是在门眉上涂有羊血的家庭 天使就越过他们 所以余月节的名称就由那时候而来 当灭命的天使在半夜震动埃及全地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在那个时候 带了一家大小和他们的财物生畜逃出埃及的地方 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天清早 就到圣殿去参观余月节的礼节 他看见穿着白袍的祭司 将无辜待罪的羔羊 于以宰杀 将羊放在祭坛上 在他看到这些一切的举动 仪式 都跟他有切身的关系 但是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 他不能够完全了解其中一切的意思 他全神灌注新鲜这些事情 漸漸他就明白了 那只羊要死 人才可以免去灭命的天使中的击杀 一切犯了罪的人都注定要死的 但是上帝为人预备了待罪的羔羊 替人死了 人就可以得到生命 就在那些一切沉思之间 使得他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第五第七节的话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热压伤 他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明白人类的救主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 为了要使人免去永远的死亡 也为了免得遭遇这个上帝给他永远的刑罚 一定要有一个人 替世人受死而牺牲 而这件事情可能就要落在他的身上 耶稣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默想 更多的真理就在他的脑海里面显明 他那个时候说 必定会想起自己的身份 他本来是神 是跟上帝自耿古以来就存在的 又曾经参加过创造世界的工作 他了解到他到这个世界上来 所担负的责任 为了拯救世人 他也要被宰杀 牺牲 这些的认识 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弟弟来说 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压力 但是他将这些事情藏在心里面 没有向任何人透露 甚至他的母亲也不明白这件事情的真正意思 余节过了之后 耶稣的父母 约瑟和玛利亚 就收拾好行李 跟着其他一大群首席的人 就起室回到他们本家 拿撒勒城去 他们高高兴兴的 和亲戚朋友同行 根本就没有留意到耶稣 以为耶稣这么大了 一定会跟着他们人群当中一同行的 直到天黑的时候 他们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 那时候才发现耶稣 并没有在他们当中 他们焦急的去查问每一个认识的人 问他们有没有看见耶稣 到处都找不到他 于是就心心的后悔 没有好好照顾他 忽略了他 其实耶稣在默想他的使命的奥秘 他不想和嘈杂的人在一起 当众人起身回家的时候 他独自走到圣殿的学校去 听听那些祭司 如何教导学生的 耶稣看出那些祭司 也不明白自己的 所主持的那些献制的仪式 仪式的意义 他们对人类的救主 尼赛亚的使命 根本就不了解 他们所期待的 只不过是一位大能的武士 将罗马人赶出他们的国土 重新建立一个强盛的以色列国 因此耶稣就和他们讨论 在这个黎赛亚的工作使命的性质 这一类的题目 而且向那些教师得绝的法文 祭司们都很惊奇的智慧和眼光 第二天清早耶稣的父母 起身回到耶路撒冷 直到晚上才抵达 到了第三天 就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 发现他正在和那些祭司在谈论 他们一看到耶稣 就忘记了过去几天 所经受的焦急和挂虑 当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候 耶稣的母亲就问他 他说我的儿子 为什么你向我们这样做呢 你看你父亲和我 是多伤心为找你 耶稣就回答他说 为什么找我呢 豈不知道我应该以我天父的事为你妈 他们听了莫名其妙 耶稣用手指着天上 向他们解释 他富有特别的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 同时他面上充满了天上的平光 这是他第一次向人表示 他和上帝之间那种密切的关系 耶稣虽然知道自己的真正的身份 和未来的使命 但是他仍然受到人做仪礼的 所应当尽的本分 那种的责任 要向地上的父母迅从 所以他就和他们一同回到莫名其妙的家 以后他继续在木杖的店里面 帮忙了工作十八年 一方面训练自己 一方面也帮助维持家庭的生计 他手中那个木材 时时使他想起将来要被挂在木头上 担当世人的罪 他所釘出来的十字 是为了救赎世人的罪 而流血舍身的 但是他并不萎缩的仰望 在他地平线上隱约出现 等待他的十字架的影子 让我们一同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 多谢你赐给我们 一位救主耶稣 他一生的平凡生活 处处以我们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 他这个伟大的榜样 使得我们知道 尽力过一种 你所差遣我们的 生活的责任 就使我们能够 有一个正常快乐的生活 求你将耶稣 那种面对生活的力量赐给我们 使得我们也可以 好像他这样 在各方面完全 而且有力量 有勇气 面对人生一切的试炼 和遭遇 使我们也能够 好像耶稣一样 过一种圣洁 而封城的生活 奉靠救主的命靠 阿们